拔罐出水泊流巴 很多人都喜歡拔罐消除疲勞 但消委會近年收到兩宗投訴 其中一宗在健康中心發生 醫生幫客人拔罐後走開 十分鐘後回來 發現出水泊 就用針瓶水泊刺穿 再給幾包消毒藥物的客人回家敷 過了一個月,他背部都未好 入院自知傷後被細菌感染 最後花了四千多元至醫好 另一宗在美容公司發生 市主花了三萬多元買售新療程 但在空部做拔罐的時候 同樣搞到出水泊 最後還流巴 拔罐拔出禍經常發生 上個月就有香港人在內地拔罐 搞到燒傷臉 但現時本港和內地 都沒有正式規範和監管拔罐服務 所以消費者需要盡量去諮詢 專業醫護人員的意見 拔罐原理是利用熱力 製造真胸令皮膚充血 刺激新陳代謝 但發燒、人婦等這幾類人都不適合拔罐 如果想在家裡DIY 最好選這種旋轉式抽真胸的拔罐工具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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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